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赛道的一些属性 其实还蛮和这个陀文字D A186很贴合 我们这一次的联动其实就是跟我们飞车的竞速元素整体各方面都是比较贴切的 而且这一次出到了有联动的新车 你看像A186以及可能RX7 对的 想问一下两位教练 你们最喜欢哪辆赛车 呃 是说这个投尊之经理还是说我们总体的 总体的 总体的话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是那个GTR嘛 GTR 呃 我也一样 男人在浪漫 对 男人不能没有一辆GTR 是的 那说到我们这个赛车啊 就要联合我们赛场当中的这个新的A车去说一下了 有A186 有RX7 来到我们游戏当中 嗯 肯定是有属于我们飞车元素的这一个特性 对的 对吧 这个特性会是怎么样的 两位教练应该多多少少都还知道一些吧 嗯 呃 据我所知的话 A186的话就确实也比较贴合原作 嗯 因为原作里A189其实它不是以一个性能出众 但是它是靠着自己的改装 以及包括主角的这个驾驶技术 在弯道去进行一个决生 这个飘移的属性非常好啊 我们可以一起看一下A186这辆赛车的特性啊 就是飘移更灵活且飘移小分时机提前 每次进入飘移86%的概率4秒内 小分最高速度加6000米每小时 以及小分动力加6% 两位教练乍一看 这是辆什么车 飘移车 飘移车 就可能弯道多的比较适合吧 诶 正反是一成 然后以及可能A186的中平山 中平山 苏格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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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已经开始想起来了 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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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开的机会 是的 包括还有一辆封刃RX7的特性啊 就是平跑转向 飘飘移能力强 起步34秒内啊 这个起步34秒内 我觉得就不陌生了 对吧 又是一辆起步赛车 但是呢 这两辆赛车 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共通性的 其实我们一会可以看一下 这辆赛车都有在后追过程当中的一些特性的 是的 看一下丰刃RX7的整体特性啊 其实起步车的前提之下 平跑转向能力强 很熟悉的这一行字啊 这个词条的话 就跟我们之前的一些很特定的赛车都是有关的 对 最开始的 想到了天气 地域天气 对 那这么一看的话 莫高窟应该挺适合的 对的 而且又有后追嘛 所以我在平时当中 看到投恩自帝的时候 就非常喜欢RX7这辆赛车 这辆车包括平时生活当中 也有去了解一下 你是喜欢这种类型的赛车对吗 对 又复古又帅气 这个前脸我就真的 一个男生无法去拒绝 我们这三个可能GTR GTR 总的说我们可能是更偏向于性能党 性能党 那刚才我们说完这两辆赛车的一个特性 当然他们还有一个共同性 就是在后追过程当中的时候 都会有这个后追加成 是 所以这两辆车 都是跟我们这一次 投恩自帝一起联名的赛车 看一下相似的特性 后追的落后于第一名时 基础最高速度 A186是加2.5 封锐RX7是加3 然后同时每一秒给5%的自动机器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在后追的时候 RX7它的直线速度更快 对吧 还是蛮贴合的 是的 对 然后说完了我们这两辆赛车 那就不得不再提一下 我们每一个赛季都非常期待的一辆S禅赛 专属A车了 这辆赛车 因为现在特性各方面我们都还不知道 所以说可能更多的是给到我们想象的空间 是的 因为以往的话各种小分车啊 还有起步车 比较热门的起步车 像时序 对吧 以及可能在往之前的话 天行者这类型的 氮气的这种特性车 是的 各种都有的情况下 那这一次会给到我们什么 怎么样的新特性车 我们到时候就一起期待一下就好了 多回我们这次全明星特别企划投文字S节目单 以及赛制赛规 还有玩法介绍啊 就是这一次咱们全明星特别企划投文字S 共有18名选手参赛啊 第一次进行这个四个回合的比赛 积分结算后 排名前二的队伍进入到我们最终战的决战球迷山 而且请到两名教练 所以说我们的第一个环节就是需要 你们两个我们一起来进行给所有选手们一起打分 是的 反正就是搞点瑞瓶出来就好了 瑞瓶 瑞瓶一下 经典的话语是吧 留住这些经典名场面 是的 那说完咱们的这个赛制啊 包括聊到了投文字D的联动A车 再来说一下咱们这次在常规赛 常规赛当中需要去提及的一些东西啊 可能这也是大多数的观众以及粉丝们 以及包括选手自身比较关注的一个东西 没错 也就是我们常规赛颁奖环节候选人的预测 那对于这一次我们最佳新秀选手的提名 我们可以先来聊一下这个啊 有最佳新秀选手最佳道具团队以及最佳竞速选手 在这之前我没记错的话应该也有给到各位的俱乐部一份名单 就是投票对对吧 投票的机会 投票能方便透露一下吗 呃我们就一个个说嘛 那先说新秀 新秀的话其实这个赛季也是涌现了很多就是新人 但他们在场上的一个表现的话也是挺令人惊讶的 嗯 当然我投的话其实是跟他有关系的 我是投给了指尖 因为在我的一个角度看来的话 指尖 看他是从一个投的项直接拉上来当手吧 是 其实他背负压点还挺大的 嗯 毕竟上带这个程度相当的好 那对于选手来说的话 他到底能不能跟到这个节奏里面的话是相当重要的 其实总体发挥这还不错 结果总体发挥确实是相当的好 就是打我那场 就是发挥到其次 加一 啊我这票也是投给了指尖的 嗯 无焉教练呢 哇我 投的是肖瑟 肖瑟 哎哎哎 但是心里想的是指尖吗 没有没有没有 我还是想着肖瑟 稍微闭一下闲 这是需要的吧 哈哈 因为肖瑟的话 他在两个队伍已经都打过solo了嘛 然后solo的表现都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我觉得他值得这一个最佳新秀 值得 我同样跟无焉教练是持同一个观点就是 首先肖瑟这一次来到这家之后 我觉得他扛下了最为一号位的责任 而且扛成功了 就是对战的阿迪记者那场比赛 虽然说最终的结果是没有进过季后赛 但是他的总体的个人实力以及包括上场率 各方面我觉得他是提出这一个称号的 是的 当然其实在一些提名当中还会提到狼队的沈 这名选手也是在常规赛后半赛段当中 能够出场做到首发位置 且在计时挑战赛当中给我们上演了一次次的极限计时 是如果说论实力强劲的话 我觉得可能沈会是这一届新人当中最强的 对 对但可惜的就是可能上场的时间没有那么难 就是可能随着后面比赛进程或者说等到他有机会在首发这个位置上的话 那就可能会更加的展现他的一个个人 他需要一个展现他的舞台 我们想到的是一个队伍吗 这个里程碑来说虽然RSG差一点点就能够打破了 但确实也称得上在这个赛季当中的最佳道具 可以提个名 可以提名 咱们再来说一下这个最佳竞速选手啊 这个最佳竞速选手的话在这个赛季也还蛮不好挑的 嗯 其实说不好挑吧 我感觉风载感觉是最有机会的 因为2V这个战绩不败啊 2V全胜 对啊 再加上一个solo全胜 啊 虽然也就打了一场但是 没办法 庸置疑人家的实力就是摆在这 对的 就一个常规赛没有任何一场败迹的情况下 你需要怎样的战绩能够超越他呢 对的 那火象教练有什么看法 在我的角度来说的话 我倒是感觉有 比较顶尖的那种迷号位的话 可能他们之间相差会很好 他们之间的直接对直面对的看法 可能就只是一个当天的一个状态 是 那我的话我可能更想就是投给阿妮吧 因为我感觉阿妮这个赛季 确实也是很顶 很顶 很顶 真的很顶 非常的强势啊 包括说在solo局当中 首周 包括后半段当中 确实连续了得分 那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赛季当中 还有狼队的明星 就单说他个人的小局均分 或者说他在赛场当中的五芒星展示 除了起步以外都是十分 甚至在我们这两周的时间 打破了一些记录 在联赛场上面确实位置轻叹 是 宁清确实快 但这个赛季的长歌赛 你要拿宁清来做对比的话 跟他上个赛季对比 是吧 这个赛季其实我觉得是有一点点 没有那么的有意义 2v2的投名冲线率最高的是宁清 50% 这个数据你们怎么看呢 在我来看的话 其实你对一个竞速选手最高的一个 评价来说肯定是看他冲线的次数 对 因为不管你这个选手跑得有多快 你最后没有办法达成一个冲线 投名冲线的话 其实都没有用 可能相当于就是功可以一分 就说在这个数据上面的话 您这是处于一个非常领先的一个位置 非常领先 而且 由于狼队的2v比较强势 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是由对面选 他还是能够做到 在任何图上面都能够做到 百分之十分 哦 说明没有什么缺点啊 对 只能说图持 这不叫地图持 这叫地图海 深不可测 对 那再点评一下阿妮吧 对吧 阿妮的这个EV竞速 胜率高达64% 这一个你怎么看待这个胜率 你觉得阿妮这个赛季的表现怎么样 在你看来 他这个赛季表现挺好的 因为我们近两个赛季都是加班王嘛 然后solo打的有点多 但是跟强队之间的solo呢 还是少一点机会 是的 就总体表现还是可以吧 然后希望他进入赛 再把这个胜率提一提 对 作为教练来说是满意的 是 再来说到封仔 其实我觉得对于封仔而言 他在这个赛季当中 2V个人竞速投名 充现42% 但也离不开和自己队友之间的默契配合 但在在这个赛季回归到了首发之后 能够保持百分百胜率 我觉得这一点就已经很难达成了 尤其是在这个赛季 所以高手的原因能够保持不败真的强 对吧 这感觉孟奎她跟小玉的那个搭档了 是吧 嗯 阿斯基的竞速确实有的时候 不知道他们的上限或者是极限到底在哪 对 那么最后我们再来聊一下 这个常规赛赛况回顾以及季后赛形式啊 就是现阶段常规赛已经确立了嘛 这个淘汰的队伍 在第九名 KCR 琴球以及 AG 然后 AJ 的话是 R4G 狼队 RW 以及 WZ B 阶的话是 E-STAR KZ WZ 以及 ADZ 是的 相对来说 AJ WZ 也是需要 慢慢去历练的 我觉得 对吧 对 就在 AJ 的话 反正我们已经做好 就是当做一次经验了 当经验宝宝 无焉教练呢 这一次没有进入到一些 仅差这么一点点 感觉对你们来说 可惜吗 我觉得 不算很可惜吧 因为这也算我们 队伍问题的暴露吧 然后在这位后 也是我们调整的一个方向吧 就把这一次 当做一个 复盘 然后在G后赛B间好好打 是的 其实在 AJ 第四周的时候 狼队和RW 排名并不是特别靠前 但是凭借着他们自己的硬实力 毕竟春季赛的冠军亚军 对吧 还是回到了 AJ 的23名 但是 后半段的比赛 像 B 阶的话 我也希望每日队伍 能够把自己的状态找好 对吧 这大魔王 E-STAR下来了 对吧 这个确实也不好去战胜啊 对吧 也正如火箱教练所说 来到 AJ 希望能够吸取一些经验 把自己最好的状态展现出来吧 那对于G后赛的一些赛制来说 我们也都了解到了 那不知道G后赛又会发生什么样有趣的故事 以及新的联赛 A车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极限突破 那我们就来一起感受一下 球迷山的召唤 与我们 SK 赛选手们 一同奔赴这场热血的造梦之夜 那我们稍息休息 比赛马上回来